首先的话第一个,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这个资料,里面的话它前面 如果这一条路接到前面这个字,可能是里 也可能是什么,底下就往下 这个是区,有没有,因为它没有里 那往下的话应该这边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0,几0的 这边有几0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呢 当然这个地址,它应该要统一的,就最好是全部都有0,就有0 不过它这个资料主要是因为 它没有统一 那也就是有的有0 有的有里 有的有区 那变成说如果我今天要寻找,找前面这个字的话,就是说这个 哪一条路接到的前面这个字的话,可能有三种状况,一种是什么,一种是0 那所以呢我如果要找的话,我可以先从那个 这个F6这边开始 那用文字类里面的Fy函数 Fy什么呢 这边说 FyTest是什么 我要找0这个字 再第几个字,所以我就输入那个0这个字 OK 然后这个0的这个 找找看有没有 去哪边找 Within 在这边找 第几个字啊 我们就从头找 那你会发现 这个F6里面 可以找到有 第11个字 按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向上填满的话 它 会出现错误 当然向下填满的也可能会出现错误 有的 这个是有 其他都没有 所以 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0 只有里的话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配合第2个函数 如果没有0的话 那就帮我找里吧 这个叙述的话 大概这样 那用的函数 就是用ifl 如果发生错误 只要发生错误的话 那就是紧字号开头 OK 所以 那我们用 第2个函数 就是ifl 那做的方法就是 请你把 刚刚的这个公式 fine函数 不包含等号 把它剪下来 然后呢 再插入第2个函数 就是 逻辑方面的ifl 就这一个 逻辑类里面的ifl 按确定 然后呢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OK 就是说 你帮我判断一下 这个公式里面 有没有出错 如果有出错的话呢 意思说 像上面这个是有出错的 那如果说有出错的话 那就帮我找 不要找0 帮我找里 这个意思说 如果 检查一下上面的这个公式 有没有找到0这个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换一个吧 换什么 换找里 OK 好 这样的话就确定 就 完成 他原来这个就没有错 没有错 一样是11 可是上面如果 没有里的话 你会发现 有里的话 就找到里的位置 因为他找不到0 就找里 OK 但是呢 还是有个错误 为什么 这个地方只有区 没有里 也没有0 那怎么办 一样的道理 再减下公式再贴回去 然后再让他说 如果你找不到 那个 零也找不到里 那就找 区吧 OK 所以呢 一样的动作 把公式减下 然后再插入 刚刚的ifl 然后一样把它贴到value 检查一下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0 也没有里的话 那就帮我找 区 所以找区就是fine 刮弧 然后呢 把刚刚这个公式吧 也许我把上面这个 复制一下 记得喔 那个复制就是fine 然后呢 后面的话 记得不要 就是说 复制的话 如果我们 复制到尾巴 会多一个后刮弧 可能要删掉一下 然后把后面那个 尾巴的后刮弧 多出来 删掉一下 然后就 再帮我去找一下 区吧 OK 区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向上填满 这个地方 他找不到0 也找不到 里 那就找区 就第六个 对没错 第六个字 那底下的话 向下填满 那就全部找到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已经找到什么 开头那个字 那尾巴那个字是什么字 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所以喔 他的逻辑 其实跟这个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啦 如果逻辑一模一样 你公式不用重达了 你只需要把 原来的0里区 改成路接道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找到 后面那个字 所以喔 我们假设说 这边多一个栏好了 那我们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就把这个公式 把它怎么样 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放在这里好了 贴到这里 然后呢 改一下 这边0里区 有没有 改成路 如果找到路 就去抓 这个路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那就是 再去找接 如果找不到接的话呢 那就是找到 一样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 喔 这个 我们要的资料 刚好是 第九个字的下一个字 有没有 万美 里 这个字的 第十个字 然后要几个字呢 刚好是 这个接的这个位置 减掉里的位置 刚好三个字 所以 最后如果你要取得万零接的话 你就 再利用插入函数里面的什么 mid函数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要的资料呢 在这里 然后呢 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九个字这个这个栏位 加1 有没有 找到那个字的下一个字开始 那我要几个字 把 尾巴那个字 减掉 前面这个字 就三个字 当然你想说老师我打三个字 不行啦 因为有些是中校东路 他是四个字的 你不能说都打三个字 那就 错误了 OK 按确定 然后把他向下填满 这样就全部底下就全部切出来了 OK 当然呢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你要涂法链钢 那当然一定是非常耗时间的 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是分成三阶段 1 2 3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 最后怎么把这个资料 放到这边来 才正确 所以你可能就是说 最后的完成的那个 公式 就这么长 他有点难度啦 或许 或许各位可以 要不然的话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 这边的这个结果 游标放I2 Ctrl-Shift向下 全选 然后Ctrl-C Ctrl-C之后做什么 就直接把它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上面 但是特别重要 贴的话不是直接贴 直接贴的话会出错 而是应该什么 选择性贴上 按右键 然后选择性贴上 只有什么 只有值就可以了 只有值应该是这个吧 对 就是把 这个东西贴过来 然后呢 后面这两栏就可以删掉了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假设啦 公式太冗长 你直接贴贴值 那这样我们就有这两个栏位了 OK 好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啦 又超过一分钟 所以 我们 今天先讲到 下一次上课的话 原则 下一个礼拜 然后呢 我们就要画图表了 哪一区 的数量最多 然后呢 哪一条路的 这个治安最差 要把 哪个时段等等的 要把它 绘制 统计图表 OK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 我们就先 先到这边 那最后呢 如果 不知道 这样的上课模式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呢 原则上下一个礼拜啦 我就是把那个我们讲义后面那些範例通通尽可能的把它完成 那如果 时间上 因为三个小时要把那个所有 题目讲完可能 会比较 赶一些些啦 那我是担心说有些东西讲太快 东西可能没办法吸收 所以尽可能的 我看状况 如果可以的话 回去请各位先预习一下 把那个后面几个题目稍微看一下 那也许我们可以加快一点速度 OK 不然的话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吧 OK 不会OK 好 那 有什么问题在 在跟我讲 如果你需要那个 客后的影片的话 那请各位再帮我填一下那个简单的问卷 并且把你email信箱放上 我会把它转档之后 再寄到各位的 信箱 OK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OK 感谢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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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